由信念沿路带领 从迷雾里找光明 步入最黑暗路程 人都没有身影 人曾平衡尽没见证 全奔直觉造反应 转心试去聆听 梦想眼睛 犯人用伤眼遇望望见 心眼无众收编 真相困于光源背面 害怕一寸挂念成为弱点 才伸手去斬 围城内失神仍能遇见 感觉原来未变 怀有灵爱抚一事战 必怕有声眼泪模糊思线 情怀怨远时当天 尘埃未叶 我仅代表我当事人何淑琪 否认凶俊 你不是最害怕的 我… 施德哥以摸的其中一个症状 就是对家孩子的疑恋 所以阿琪身上的衣衫 就是应该困住男人的衣衫 你可知道阿琪失踪的 是谁带走他? 是带走他 带走他 你要把这条非法偷拍的片放上庭 我拒絕你的申请 法律是法律 我是不可以莫视证据来源的正当性 他不是说我是你 皇冠 皇冠 我来是想約你吃饭的 不是, 送了我入鸡猷售的事吗? Eva, 有没有兴趣? 喂, 皇冠 Eva, 你刚好在这里? 我告诉你, 你们约好 我会很失望的 我和皇冠在一起住 那清晰在家里也很正常 皇冠 Eva約了我一起吃饭 是吗?那好吧, 吃饭一起去吧 你? 好 好, 上车吧 我仁和得一个, 懂得选择, 选择包皮 是吗? Eva, 原来你喜欢用了 这么色彩繽纷的橡筋 你不要动手, 好不好阻挤我看镜子吗? 没有, 其实我只是想上来 跟你杀我心想而已 上次我对你这么无礼貌 你反而不跟我计较 还把我送了一程 所以我什么时候都说 Eva在我心目中 身体很善良, 没有工作 你说什么? 那些记者我不是那么好 什么都不记得你 这就对了, 你不如考虑一下 重新再考虑一下 把我和那条片放上庭, 好吗? 高一霞先生 如果你想讲关于案件的事 为了避嫌, 我会在前面放下你 所以说Eva跟我很相似 我平时下班都不喜欢谈公事 对了, 我们去哪里吃饭 你不是很紧张 那条片放上庭吗? 你以后继续, Eva你当听不懂 文帝总, 如果你想谈关于案件的事 我将他避嫌, 麻烦你落下来 不好意思, Nell 他只恨我, 我不是故意 你看他多坏 完全没有把你放在眼内 不如我们两个自己想起来 让他吃饭吧 要是全面发过餐厅 想不到这里也挺漂亮 马亚克, 你吃牛奶吗? 是, 这三个眼罩是给你们三个用的 让你们感受一下失明时 继续感觉 谢谢 谢谢 我听到了 三个晚上用了 谢谢 我听到Eva刚才放下了一条鱼 他只望我们不吃什么 也没问我们吃什么 你闻一下你面前的东西 我闻到了 我这个肉有肉味, 但是没有菜味 你说的这句好像是废话 是吗? 你别这样, 不是个个像你一闻就知道 就是了, 你说是习惯了 我跟来跟去也不能吃 我好像鼻子有些汁会帮我抹抹抹 我用手了 你吃到什么肉? 不是牛 你说什么呢? 就好像不是鸡, 不是老鼠, 香港不是这样 盲歇, 你试一试 他去拿 拍我干什么?干什么? 刚才和你们一起来的那个先生 跟我说一声, 他先走了 叫你们慢慢继续聊 怎么办?走了不说一声 弄得我像个傻子似的 我说盲歇 他是特意留下我们两个 我自己在隔壁的时候 你会否想更加紧时 我就说是你踏上他 又说人家习惯了一roll 又说人家吃了 실� 我怎麼這麼說過呢? 我好心 你控制住的, 自己哄她吧 對, 看著她近來怎麼樣? 誰是俊 你那個中學同學 托我幫她找你那個 那個… 你上次在酒吧嘴完癢 不是應該有夏文嗎? 你又想多了, 那個是謝謝你, 抱 謝謝她一直以來的心意 其實你那些男朋友 多到排隊排到斯洛文尼亞都還沒排完 不差上排到一個阿俊而已 那就要看你對男朋友的心我自己定義 對我來說, 可以約會的不代表男朋友 但也不代表沒機會 有約會就有機? 剛才我們倆都稱讚我桌子, 即是有機了 我約會的那個是盲俠, 你是搭桌子, 好嗎? 我現在很傷心你, 你怎麼了? 你說呢? 我來吧 一個人先走, 也不說一聲 斯洛文士, 拿吧 我看你們聊得這麼開心 我免得你去電燈舖 像我跟GoGo找你吃飯多點 我打算帶你們去感受一下 在黑暗之中如何享受晚餐 不過沒想過你們原來喜歡說話 還要吃東西 你是不是要告訴我 你幾歲開始失明? 六歲 你還記得你發現自己的失明 那一刻有什麼反應? 你是想說剛才你和GoGo 第一次感受到完全看不到東西的時候 覺得很害怕 然後就不斷說話 去發洩自己內心那種不安 你是個例人, 你明白的 剛才Anson弄到你沒吃完就離開 我怎麼也要補償你? 我不是這麼隨便的事 我不是, 我打算請你喝一杯飲料 你別喝多了 對於喝飲料, 我也不是這麼隨便的 我知道, 每次下來見到你 都喝一張瓶啤酒 怎麼了?怕人下毒嗎? 怎麼知道你整個情侶都信不過? 你不明白了 在看不到東西的人的世界 是要很小心的 但是我不信你不想試新的東西 這杯酒我喝過的 如果有人下毒的話, 就一起中招 怎麼看? 怎麼樣? 對我來說是挺甜的 不過還是有個新的上司 我不介意可以陪你體驗多點 來了嗎? 你讓我來這裡, 不是只打算坐坐吧 我經常覺得做生意, 認識多個朋友 總比多個敵人更好 我剛剛買了一輛新遊艇 文大壯, 你有沒有興趣 跟我坐同一條船? 我對認識朋友沒什麼興趣 我很有誠意的, 想不想? 你拿一張武田銀碼的支票出來幹什麼? 你怕接下來阿琪出廷 會把你和你兒子的壞事爆出來 所以你想賺錢收買盲俠 叫他放棄單公司嗎? 他不會的 盲俠是不會為了錢去出賣阿琪的 你省一點吧 幹什麼?文新俠 我為人喜歡踩過界而已 但我田銀碼絕對不會填出界 阿琪, 我這麼大兒子 第一次拿著把支票任橫 原來是這麼爽的 我這個人很均衡的 你記住, 收得我多少錢呢? 你就要做多少錢的事 那當然了, 我也很均衡的 謝謝 謝謝 你耍耍嗎? 坦白說, 你這張帳戶真的很吸引 不過我絕對沒興趣上這艘船 這個世界很現實 我做財務公司最清楚 是文大律師, 是聰明人 很應該明白這個道理 財仔就是財仔 NJ, 你幫我在電話裡 裝我的拒絕垃圾來電應用程式 我免得財仔經常打電話 你問我借不借錢, 很差勁 絕對沒問題 GoGo, 我馬上去找Suki 我怕帶人來找人去搞 我也叫了四塊琴手組 Suki, 你在哪裡?Suki 沒事吧? 沒事 我多怕你又被人抓走了 我知道我要面對自己的問題 所以就走了去洗澡 那就好了 你老婆呢?在哪裡? 她今天早上說去買菜 好了, 不過奇賴到現在還沒回來 老婆 老婆, 老婆 我們到處都找過了, 不見你婆婆 我敢說她, 是大得人做的 如果婆婆有什麼事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最壞的是我, 是我累了她 誰敢動婆婆一條路 我走開她十八路 天姐, 你要頂大一群人上來 她這個時候跑來打托嗎? 你真是好處 你是不是玩的? 你今天來警察看我場 我沒空招呼你 你職業幫我拉托 老婆, 你沒空招呼我? 不要緊 不過我怕你遲一點 要招呼那些老婆婆 和我親戒為酒 胡宗仔 你隨便找這個老婆 是不是帶人叫我這麼做? 在我電話上來 老婆 老婆, 有甚麼維緣跟你孫女說 救命… 不要害我, 婆婆 我拿杯茶給你 怎麼樣?妹妹, 很害怕嗎? 不用怕, 叔叔請你喝茶定經 疼痛嗎?該你死了 誰叫你強出頭, 老婆 拜託你別學得了 行了, 整把西瓜都扔下你奧母乃過 你閉嘴吧 你要頂啊, 你怎樣才肯放人? 我們黑社會都是受人前財, 替人消災 有人想我們不要在庭上收爹 你懂得做, 我就放人 你不懂得做, 我就還給你私利 你自稱三合會成員 妨礙司法公正, 公然努力 三條罪加上有排比賽 如果你找我做代表律師幫你求情 可以減刑三罰的 麻佬, 你罵我嗎? 麻佬, 你罵我嗎?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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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吧? 沒事, 死了, 你打我吧 九點 四點 八點 五點 七點 六點 七點 五點 三鳥 六點 九點 五點 七點 五點 三 terrific 二三 五點 三 阿公 阿蘭 想不到我沒做大哥這麼久 還能給他面子嗎? 阿婷,我雖然金盤洗手 退出那個戶很久 但是我從來都信復一個字頭 就是義氣的義怨 從來都不節儉老弱婦孺 你收手 好,非繼嫂,你不是在罰棠收人嗎? 我給你面子才叫你一聲非繼嫂 不給你面子,叫你收屁,臭老爺 你不要當阿智阿蘇阻礙地球轉 你信不信我淋你了 你這樣跟我老爸… 你不是信我打人嗎? 一句老明,你給不給非繼嫂? 給,給你老 老爺,這條豬是我去鋼絲村的 先看你的頸拳 你說我這條豬拳拳 今天是十五,我吃齋的 你不要逼我殺心 你都知道我飛機的這個包拖怎麼來的 我小時候有些拖雞的東西 等一會我封住了 你不要逼我破戒 怎麼樣? 不要逼人 婆婆 奇奇 你不要逼我 不要逼我… 神載… 婆婆 快點,你說什麼? 婆婆欣著你 你走… 走… 小嫂子 婆婆… 婆婆,你沒事吧? 沒有… 這次真是多虧你們 老爸,抱歉 你交個場給我看 我又弄得開了影片,弄了油漆 又趕走客人,對不起 老婆,坐下 你又沒有做錯 人家倆孫雙依為命這麼可憐 是要幫助 至於酒吧,做小事的小生意無所謂 方丈說的,富貴浮雲 自己的兄弟有事要做,有飯吃 不要再走一條舊路就行了 方丈所言,甚至 阿公、電姐… 阿公、電姐 拜拜… 今天為了行動,阿公出關 阿虎特工投遞了很多好菜 有這個月內佛祖夾合圖湯 今天準備了恆心、般若、菠蘿蜜多 咕嚕肉加這個色即是胸 胸即是煙鴨 還有大方拱佛華艷豬扒 色駕茅、尼泊爾敲楊架 最後就是大慈大悲,觀世音蒲國雞 我是不是說錯什麼? 為什麼阿公臉都這麼瘋了? 爸爸,全都是齋子 名字是我改的,不過癮嗎? 明明要叫飛雞,你把蒲國雞出來 我是不是自己吃自己? 自己吃自己多好笑 我也是跟你玩 客廣笑了,爸爸,開飯了 開飯了… 你前腳正修完後腳又回來 吃仔市區大把 要不要山長所有軟神 這麼早進來這裡? 帥哥 爸爸,又想看嗎?別玩了 是方丈,這麼重口味? 當然不是方丈,後面那個… 什麼水? 他叫做方世玉,是方丈的兒子 爸爸,你別當我傻了 出家人怎麼會有兒子? 你還沒出家的人生,現在當然了 但是這個方世玉是好人的 他無時說,假裝義工就想來探望爸爸 不錯,看得過 總之都是那句 佛門清靜地,拜託你不要踩過戒 我免得理你 踩過戒也是我的事 最重要是你嫁得出 爸爸,我知道你疼我 我知道你怕我嫁不出 不過真的不要緊 我真的不想 是因為你臉上的痘痘 而令你嫁不出,這麼內疚 十五年前發生的事 我這輩子都記得 你,我,還有你媽媽 我們一家三家本來很開心 誰知道有一天 被這下社會仇家來籌手 爸爸 爸爸 老婆 爸爸 出得利下的,我也想要還 但是禍不及妻兒 他們要搞就搞我 因為什麼事搞我老婆和女兒 不過我年輕的時候 做得陰質事太多 累死了你媽媽 老婆,還要害你破了賞 所以之後,我就不再做黑社會 我照長鳳,說得出做得到 我以後就信佛 希望幫你積回陰質 爸爸,我知道你為了我 幫你擋刀的事 我心裡一直都很不安心 我已經累死了你媽媽 我更加不想因為你臭臭 而找不到男人 我都不介意自己的樣子 如果我介意的話,一早去整容吧 更何況 我已經找到一個 一心一意,又不介意我得拉 又不介意我爬牙的一個好情人 是誰 就是你,老爸 那些人說 那爸爸是女兒的前世情人 一向在我心中,你都是一個好漢子 有情有義有分量 如果選老公,當然要選你一廷 那些賣樣子的…不用客氣 你說得對 你媽媽那時候也是這樣說的 所以我可以追到她 知道你只顧著媽媽了 你不習慣? 習慣 走吧 至於有心避掃的那些債仔 不找尿頂之後 已經照爹爹的吩咐 找了另一個自助接受 對,是要給他一些教訓才行 不好意思,大先生 他們從這裡衝進去了 行了,出發吧 你想怎麼樣? 大先生,我們合作這麼久 一向好好的 這次的妹妹他們出現了一點意外 你就不許我幫你收債嗎? 爸爸,你要找尿頂去哄叔傑嗎? 爸爸這樣做,又不是為了你的公司? 我知道,你要懲罰我做不到事 我叫你去夾哥的浦子 去兇那個妹妹 你帶她去別人的酒吧 踩別人的場 老闆,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你一向跟酒吧那隻瘋子有牙齒癮 你想借這個機會拿威 最後一刻就糟糕了 你這麼說,就是我錯了 這件事我還給你 我答應你,沒有下廁 你真是喜歡拿威 來吧,在酒櫃裡拿威士忌給我 那收到那裡 那以後就不是你收回了 謝謝大山,合作愉快 我下次買一瓶頂酒上來 再跟大山喝過 不阻礙大家,先走了 爹地,舒奇一定不會上席 把我的感固和日帶的東西爆出來 不如這樣吧,我去自首 Judy 大山,什麼事?大山 那個司機載我們回去 知道,大山 看看你吧,人家說虎負無犬子 你是什麼子? 你才算是這麼神經? 怎麼做大事? 老爹 老爹 是不是很痛?是不是很痛? 是不是很痛? 爸爸從小到大怎麼教你 就算他情況多大 你也要採取主導權和控制權 如果他上庭爆這件事 你要坐牢,一定會不斷 怎麼樣?你還不明白嗎? 你過來吧 你聽不懂得爹地說什麼? 聽不懂得爹地跟你玩他 不要,爹地 我幫你玩一堆 我不要 不要 什麼? 什麼? 我上廁所 不要 不要 是否很生Danny? 打Danny吧,打我吧 怎麼樣?快上電,很緊張嗎? 我想去一趟洗手間 好,走吧 行,自己行了 你行嗎?你小心點 我說行了,我去探望吧 我去打,說我去做 我去打,說我去打 這樣死了 就把人家不喜歡 對啊,我去打 不要, 別傷了, 我不會傷害你 不要打我… 你不用怕, 我不會再傷害你了 我, 我不應該這樣對你 我以後始終都不應該這樣對你 但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全部都是因為我爸爸 是他必成我這樣 我答應你, 我不會再傷害你了 你找我到底想怎樣? 我黎晨想跟你說一聲對不起 之前我想過去警局自首 但是被我爸爸發現了 他還像之前我犯罪一樣 教訓了我一陣子 太疼痛了 你又被他虐待了, 一定很疼 是呀, 是很疼 不過從小到大, 我只有一個爸爸 拜託, 我不可以連累他 你不可以連累他, 那我呢? 我唯有用另一個方法向你贖罪 不用怕 還是他只會吞來 Ka 你沒事吧 我跟你一樣 是 別ающ你 不要怕 別怕 我不怕 跑出來 來, 飛雪姬 你別怕, 警察洛寶記下了這條變態 我在上庭之前騷擾你 更加證明他身有事 你待會上庭照顧就說了 我當事人之所以不惜商人 都要闖入戴德仁的家裡 是跟他一個月前失蹤有很大關係 我想傳召我當事人何淑琦 出庭親身說回他的經歷 批診 何淑琦在你被捕的一個月前 就是3月2日當晚 你在Pledge酒吧下場之後 你遇過什麼人? 我遇到戴天佑 他在那間酒吧光顧我買酒 然後說很想跟我做朋友 所以就特地等我下班 他請我去他家喝酒 其實最初我也不理他 不過他一直開車跟著我 繞了幾個街號之後 我又覺得他挺有誠意 所以就上了他的車跟他回家 亦即是本案的案發現場 是 那你去到他家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是否罰得不夠? 是我的錯, 是我對不起你 A高, 請你回答辯婚律師的提問 對不起 阿齊剛剛樓向龐町直 就開始猶疑起來 帶得人就是坐在他的網哥方向 何淑琦, 請問你去了大天有家之後 是不是被人禁錮在充滿凝聚的房間裡 還被人禁錮了整個月並加以私藥 反對, 反對辯方律師作誘導性提問 反對有效 辯方律師你應該知道 不可以將無證據的推量 當成事實再誘導被告作答 對不起, 那我重新提醒 何淑琦, 你去了大天有家之後 到底發生什麼事? 請你想清楚才回答我 我有責任提醒你, 你的口供相當重要 你在大天有家的造語 將會直接影響到你 在這宗商人案的盤決 我女兒想跟你說對不起 對不起 之前我想過去警局自首 但是被我爸爸發現了 但我睡了一會兒 他又約了你 我去了大天有家之後 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那為什麼你失蹤了一個月 還要不惜商人闖入大家, 為了什麼? 我…我為錢 因為我在酒吧看到大天有出手, 很豪 駕駛車, 住豪宅 所以一個月之後, 我再回到他家 我就是為了偷東西 請慢點, 十九 這份是警方的報案記錄 李外婆在你失蹤了兩天之後 打去報警說你失蹤 當時警方也找不到你 如果你不是被大天有非法禁錮 你去了哪裡? 你別管我去了哪裡 總之我就是需要貪錢 我進了大天有家 我打傷人就是為了偷東西 不是, 阿奇, 你幹嘛撒謊 一剩是你 是你指使你兒子去好客和騷擾他 他才會這麼說話 辯方師爺, 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緒 或者請你離開法庭 法官閣下, 我當事人 剛剛在出庭之前被大天有騷擾過 我有理由相信我當事人 是在大天有的威逼之下 作出不符事實的公辭 沒有, 大天有他沒逼我的 他只想見我 你們不知情, 才以為他騷擾我 法官閣下 我當事人違反了他出庭前 跟我所說的公辭 我申請暫時休息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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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贏, 我想加控他盜竊罪 第十一條, 入屋犯罪 現在人性物證都齊齊 被告商量條罪很大機會會罪成 你還贏不夠? 這不是贏贏的問題 而是被告確實犯了事 我作為檢控是有責任將他入罪 我對這案子還有疑惑 更何況你還有一個證人沒作供 作為座判官是有責任聽他的供詞 到時候我再考慮你的要求 我相信我的證人 一定可以釐清皇官你的疑惑 不好意思 這兩份是我當事人的心理和精神報告 是經過臨床心理學家 和精神科醫師的鑑定 我當事人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症後裙 他在斯德哥爾摩症的影響下 他精神錯亂打傷了阻止他入屋的花王 根據刑事訴訟條例第74條 我當事人是可以因為精神錯亂 而獲得免責裁決 華檢控, 你對辯方律師的論點 有沒有疑問? 華檢控 反對辯方律師沒有證據 直接證明受害人 被告的病是因為大家任何一個人造成 所以不可以用這個病作為闖入大家傷人的免責病 反對有效 辯方律師, 你必須證明你當成人的精神創傷 是和大家的人有關 才足以成為免責利用 華檢控 本席等著你, 傳召李控方最後一位證人 法官閣下 我將傳召第二位證人告一位先生 高一夏先生, 在案發當日你在大宅鐵宅外面 看到什麼? 我當時看到被告 闖進大德仁家的花園之後 被花王抓住了, 然後報警 接著被告有什麼反應? 當時他很激動 他隨手拿在腳邊附近的盆栽 一下子打進去花王裡 法官閣下, 沒什麼問題 真是很可憐 高一哥竟然反轉豬頭 幫那個混蛋指控阿琪琪 靖日 案發當日為什麼你會出現在大家旁邊? 因為何淑琦的婆婆 託我幫她找孫女 我查了一線, 找到她大宅, 就發現Suki 那之後呢? 你有沒有繼續追查何淑琪失蹤的原因? 有 那你查到什麼? 我潛入了大宅 發現裡面有一間房間 長期都是鎖住的 我偷偷進去 看到裡面有一個鐵籠 還有在牆上掛滿了皮鞭、繩梭 還有搜購之類的施藥營具 我早在櫃桶裡面 看到一件染了血的女裝背心 還有一個女裝手袋 在手袋裡面 我看到何淑琦的身分證 之後我把我所有看到的東西 都拍下整條片 就是要證明 何淑琦失蹤的這個月 就是被大天佑去禁錮和虐待 婆婆, 原來高告是你用鴻坊證人的身分 在法庭上踢破真相 他是幫琪琪的 古怪, 為人把高告轉為敵意證人 發生我的頭不出聲 我相信我的證人 一定可以釐清皇冠你的疑惑 再見 華檢雄, 你對李證人的供詞有沒有疑問 我還有事想盤問證人 看準 高幾霞先生 你是不是寧願被告非法潛入大家 都要確認在大家看到的事 是, 就算要坐牢 我也要說出真相 法官說, 沒什麼問 那豈不是他相信是騎人無辜 好, 如果洪峰再沒什麼問 下一庭準備結案陳詞 阿琪的事總算有點轉機 GoGo, 有吉士 我有吉士, 還是盲俠有腦的 盲俠有腦, 我有酒 今天全都不喝醜了 你把GoGo的酒錢換回財 給我替租好過, 這樣還實際 他還沒交租 什麼? 旁觀, 正好 華爺, 看見Never沒有疾 他像雞腳一樣走, 是呀 華爺上一程表現這麼差 看見Never像雞腳一樣走 我猜Never可能跟他贏了 就是我們贏一次也是靠他? 那就是要跟他遵守我的感謝才行 你想怎樣感謝別人? 可能你感謝小姐嗎? 就這樣, 打回大姐倫吧 你這樣不是感謝我, 你這樣是謀殺 那是泡泡吧 泡泡, 你知道你泡泡很容易構成非禮嗎 那Maitan, 你告我, 我也行 我一定替你打贏他 Kasper 謝謝 謝謝 非常好 謝謝 什麼?謝謝? 我沒想過請你們喝酒 你認得的 不行,我們現在跟同一宗案件 為了避嫌,都是AA制後 這樣嗎?一百元真的不夠了 師傅 是 我幫你叫一杯紅酒 不用了,我都說完就走了 幫我收了一杯酒 拿兩杯燃燒水給我 不喝了? 我記得師傅你說過 不過,老闆經常要顧著桿水 一向不開車 我稍後要載你回去 所以喝點水清清一下 我收了這麼多徒弟裡面 最有是非感和道德感的人就是你 不過作為一個律師 這個也是你的死穴 我記得師傅以前也這樣提過 既然你知道的 為什麼你作為檢控 負責那些雙刑案 還要犯這麼大的錯誤呢? 我知道我當時應該把公一客 轉為地獄證人 但我真的忍不住很想求證 但天佑是不是有做壞事? 何祖旗是不是無辜? 是什麼驅使你有這樣的想法? 我在皇冠辦公室暴露 看到有一條不備法庭 接流為證據的偷拍片 既然法庭也不接納了 就算你不故意看了 都應該都沒有看過 不應該讓它影響你在庭上的表現 我知道 但當初為什麼我選擇檢控? 就是決心要把犯了法律人入罪 讓他們罪有應得 但是這次…這次有被告可能真的無辜 作為一個檢控 無論你有多同情過被告 你也不應該影響你的專業 你在庭上的表現這麼失晉 犯了這麼低級的錯誤 說明你是沒能力處理這個案子 師父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你應該抵抗自己 撤銷自己 讓這宗案子作為檢控的身分 不用說了, 想想好剛才所說的事 做你應該做的事 真是喜歡這種隊友 橫著也贏你了 我讓他了 輸了, 輸了 救命 救命 律師不像律師, 師爺不像師爺 連法官連法官不像法官 喝吧 救命 你吃 很奇怪嗎? 可以以為我認錯人了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你一向只去一些很興奮的地方 要不然有重要的事要去找Walter 我真的很少來這種地方 浩金巴, 真是輸了什麼? 我們這類似的當然覺得你的酒吧很棒 人家的偽葬是四大名葬 五星級的律師 當然要去五星級的地方 我給你介紹 Holeman, 民人大狀 這個瘋姐, 酒吧老闆 也都是Holeman的師爺 滴龍 法律界只有兩個盲人做大律師 Holeman, 我聽說 原來如此出名嗎? 出名也有分好和不好 好就叫學立雞群 不好就遺臭萬年 本來盲人做大律師我挺欣賞的 不過聽說有些人用警察過界方法打官司 我不敢恭維 我也聽說衛蟲從來都沒輸過一宗官司 要不接, 要不就不會深救客人 他們會做什麼壞事, 光靠技術取勝 就是明天輸的又不接 那關就知道沒輸過了 你們錯了 那個Pam最主要是難度挑戰 願望把握官司就越要接 不過如果那些一來就認輸的客人 就絕對不會接 低技術的官司就算我不接 也會有很多人接 評論一下 當然了, 我又不會跟錢過不去 我不像偉藏你那麼出名 拍攝自己的紀錄 不管客人有沒有做什麼壞事 一尾就打算贏官司 如果你被壞人逍遙法外的話 你良心可否過意去呢? 你也是律師 應該明白無罪假定的原則 你可能是一個很出色的律師 但是比起贏官司 我更想做一個人 我還是不需要多久 我們可以在庭上印證一下 究竟是你做人聰明 還是我做律師聰明 跟我一個從來沒輸過官司的名狀交手 我也很期待 我不是做人聰明 你趕拍 只有你 我會做人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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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聰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